然後呢 copy之後的話看到後面的東西貼上因為他都是數字 選起來貼上 選起來貼上 選起來後面一樣嗎 選起來貼上 那其實就已經做好了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各位 大概就是就是體會體會一下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樣的方式 可以增加你的那個寫作的修改的一個速度 這一招應該還蠻好用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子就把東西寫完了 然後最後的話串接特別就要這邊有空白這個我印象中好像一定要有因為以前常常城市這地方漏掉 然後把它分開來 前面跟後面分開來按一個Enter把它分開來那怎麼串接呢 SQL 比如說我也等於什麼他自己本身 SQL End 換一個End 因為串接 就這樣的話呢就可以把它通通串起來 然後讓他去執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 讓一下各位看一下計算 3000萬OK然後 2%的利率 30年計算一下 然後把這個結果記錄一下 這個 有記錄一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這個 SS裡面到底有沒有記錄進來 我把剛剛那個 DB2把它開起來 資料表 防貸 這筆進來 如果你看到這一筆表示呢你確定是可以新增成功的 那這樣的話呢 VBA 資料傳到 SS 就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再來的話 那再來的話 當然 同學會馬上反應很快 其實問題 一羅框 如果說今天 假如你今天 你想說 每個公司 內部 每個同 每個同事 都會有 Excel 而且Excel 也可以執行 VBA 再來的話 會有問題 比如說他的資料 每個人 怎麼樣呢 啊 都執行 可是如果都寫到自己的資料庫裏面去 那就會有個問題 資料不同步了 你寫你的 我寫我 最後怎麼湊在一起 總不可能說 通通在 請你們把 MDB call給我 我再把它複製貼上 不可能 所以通常會需要怎麼呢 需要 把 MDB 怎麼樣呢 放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存取到的地方 那如果是印刷內 如果是內部 Land 的話呢 通常會需要一個動作 就是說 你要把 你的 SS資料庫 放到哪裡呢 在 第一個他你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